上海迪士尼暑假票日期 上海迪士尼乐园拥有七大主题园区 米奇大街、奇想花园、探险岛、宝藏湾、明日世界、梦幻世界、玩具总动员 两座主题酒店 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、玩具总动员酒店 并有多个全球首发游乐项目 它是中国第二个、中国内地第一个 亚洲第三个、世界第六个迪士尼主题公园 而上海迪士尼乐园暑假票是针对学生收取的优惠票 正常情况下是从7月15日左右开始到当年9月1号 区间为暑假票优惠时间